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重要的一环 是几千年来华人用来自我保护 以及锻炼身体的一种方式 曾经我国在东南亚区的武术是最为盛行的国度 当年华人漂洋过海来到马来西亚的时候 他们也带来了武术并且加以传承 使得各门各派的中华传统武术广为流传 不过如今中华武术的风气已经不如以往了 也没有像健身运动那样可以走入大多数人的日常生活 但还是有一般人默默的在推动这项文化 比如在柔佛新山就有一个武艺方 举办了一连两天的武艺节锦标赛 除了展现华人中华传统文化 活动上也融合了三大种族的武术特色 让大家有机会来彼此交流切磋 体现种族之间的和谐精神 阵阵锣鼓声在街道上回荡 红通通的五十五龙伴随着节奏舞动 荣佛新山五福城的街道 星期日下午格外热闹 配合刚刚过去的国庆日 这里举办了一场别开生命的文化采接游行 除了有人踩着高桥 还有可爱的小朋友一路上喊着口号 有的还把手上的铁筒当成乐器 现场就像是个盛大的嘉年华 怎么远处突然传来了马来传统乐器 羊皮股的声音呢 原来这场文化采接游行 也邀请了三大民族的武术队伍参与 让游行者有机会接触到马来以及印度武术 大家各自穿上各族的传统服装 三大民族的传统音乐在街道上互相交融 形成一道很特别的风景线 我们希望通过这样的方式呢 展现一个新马来西亚的文化融合的概念 让我们的国家呢 走向一个更加民主开放和文化交融的社会 其实刚刚热闹的采接游行 也是2019年武艺节锦标赛的系列活动之一 而早在采接游行之前 商场里已经聚集了大批热爱武术的小朋友 准备跟其他队伍一较高下 你看小小的身躯在舞台上拳打脚踢的表演 各个身手敏捷 而现场的美职队伍都有代表着自己的象征物 大家戴上手工制作的帽子 盾牌等等真的是创意十足 武术我觉得是百花齐放 它可以是经济项目 它可以是强身健体的运动 它也可以是一种文化的艺术 我们可以通过很多种方式来传达武术的精神 小朋友在台上落力演出 让在台下观看的爸爸妈妈感到很欣慰 更特别的是 现场还可以看到有足同胞的踪影 让这场比赛增添了另一番色彩 而大部分的家长都认为 学习武术对小朋友来说是利多于弊 现在小孩子很少会学中国文化 因为现在不是用电话 就是iPad这些嘛 所以给他接触这些东西 就会比较增广他的见识 对国人文化会比较认识 来这里武术交流一下认识新的朋友 希望他们有自律 就对中国的武术有点认识 因为它是一种各种国家 所以我只想他学习武术 这是很难学习的 虽然武术是中华传统文化 但依然有其他有族同胞前来响应 把活动搞得有声有色 从而体现了种族和谐的精神 此时此刻大家不分你我 因为我们都是马来西亚人